為什麼萬聖節的裝飾總是橘色與黑色呢? 因為在秋天走入冬季的這一天 萬物逐漸凋零 所有的一切開始失去生機 10月31號這一天正是光與暗的交界 也是她的生日 她悄悄的來到這裡 沒有人知道她真正的目的 也沒有人知道她是誰 在最初2001年的第一座動神總 當萬聖節到的那一天 全部的島民都會扮成南瓜王的樣子 一看到你就追了上去 跟你玩不給糖就搗蛋了遊戲 一旦你不給他們 他們就會把你身上的道具給永久破壞掉 不過正在南瓜王是不會去追你的 這時候他會跟你說 愚蠢的人才敢在這天 出門不帶糖果 然而看似高高在上的南瓜王 到了2005年下一座我愛沃中 她卻突然消失了 就連萬聖節也不存在於動神世界之中了 順帶一提悠悠也消失了 而我在悠悠那集中提到 有一個暗黑的勢力 在背後統治了她 難道會是南瓜王嗎? 不過到了2008年續作CityFork中 她回來了 一樣在萬聖節當天 島民會在鎮上扮成南瓜王 看到你的時候 追逐了你 跟你討糖果 如果你不給他們的話 他們就會把你的衣服弄得腐臭 甚至是把你的頭 也變成南瓜頭 而真正的南瓜王 她會在月初的時候 寄一封信給你 暗示著她的到來 只是她似乎更加猖狂 她稱呼自己為 撒謊 不過貪婪的南瓜王 想要的不只是如此 到了2012年New Live這作中 南瓜王為了滿足她的欲望 她會選擇努力玩家 把玩家變成她最忠實的仆人 讓玩家為她拿到更多糖果 她會教玩家如何去嚇人 當然身為她的仆人 好處自然是不會少 說完之後 確認好玩家知道自己的任務 南瓜王一個閃生 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 這個時候 當你去向正常的居民討糖果時 他們會和你玩一個小遊戲 一旦輸的話 不只拿不到糖果 還會被懲罰 當然玩家如果一直這樣辦事不利 沒有拿到糖果 南瓜王就會非常生氣的觸罰玩家 就這樣一直到了今年最新作 而南瓜王又有什麼樣的電話 就留給你們親自去體會吧 當然從最初的動生到現在 一直都有一個謎團 南瓜王的裡面究竟是誰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 而關於他的背景又是什麼 南瓜王頭上的南瓜 到底是戴上去的 還是說這就是他原本的樣子呢 南瓜王擁有全動生人物裡 最低沉的聲音 是空洞的南瓜頭裡 因為回音而造成的悲鳴嗎 而空洞的深處 只有一片漆黑 並沒有透露出任何訊息 紫色的長袍 紫些微的露出 他黑色的雙手以及雙腳 很久以前在動生玩家中 普遍流傳著一個傳說 在南瓜王裡頭的是一隻黑貓 因為黑貓與夜同色 在萬聖一人那一天 他將與魔女一同來到這個世界 當然我對這個傳說不以為意 直到我看到有玩家說 他記得他在他小的時候 有一個印象 在動生的手冊中有說明 南瓜王其實是一隻黑貓 這才引起了我的興趣 讓我認真地去找這個傳說的可能性 縱觀所有出現在動生的貓中 只有魚子匠以及捷克 雙手以及雙腳是黑色的 而魚子匠的瞳孔也是黑色的 這讓他可以完美地隱藏在南瓜頭底下 真相就是他嗎? 還是捷克呢? 雖然捷克在今年才出現 但會不會是以前的他 總是以南瓜王的形象出現 陰陽異色的雙眼 代表著他穿梭在陰與陽之間 最讓人懷疑的是 為什麼南瓜王在國外的名字叫做捷克 而他的中文和日文名稱 居然也叫做捷克 難道是在暗示著什麼嗎? 當然在我以往影片中 一直都有一個論點 就是如果兩個人可以同時出現的話 那這個嫌疑就被排除了 而且在上一作中 當南瓜王安排好工作之後 便會轉身消失 這也證明了 他是非動物型態的生命體 而在動身中 一共有三個人物是屬於這個範疇的 南瓜王、幽幽以及發力 他們三個都有瞬移的能力 是屬於有魔力的角色 也就是魚子醬椅子捷克 都不是他真正的本體 一旦如此 那所有的問題 好像又再度的回到原點 他是誰? 在數百年前的愛蘭小鎮上 有一個四九成命的酒鬼 叫做捷克 不僅如此 他還相當喜歡騙人跟惡作劇 在當時的鎮上 人們都把他視為是獨流一般的人物 恨透了他 在地獄中的撒旦無意中 聽到了這號人物 便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好奇 決定來試試看 他是不是像傳聞中的一樣厲害 於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 捷克一樣喝醉的走在回家的道路上 一個大大的屍體擋在他的面前 屍體上有著很詭異的臉 捷克上前看了看後 這個詭異的臉 慢慢的轉變成撒旦 此時捷克了解到他的死期要到了 撒旦是來取走他的靈魂的 悲傷的捷克向撒旦請求到 在我死之前讓我痛快的喝一杯吧 撒旦沒有理由拒絕這個請求 於是就帶著捷克去了酒吧 還幫他點了非常多的酒 在喝得非常痛快之後 捷克便追著撒旦說 可以了 你去付錢吧 就讓撒旦大吃一驚 我沒錢啊 於是捷克說服撒旦 讓他變成硬幣 他假裝付錢給老闆 你再逃出來就可以了 就在撒旦變成硬幣之時 捷克馬上把撒旦收到口袋裡 並且用耶穌十字架壓在硬幣上面 也威脅撒旦說 再讓我活十年 不然我就不放你走 就這樣捷克又多了十年的壽命 但是十年又是何期的短呢 十年之後 撒旦又再度了找上了捷克 並且要把他帶到地獄裡 讓他永遠的住在那裡 捷克答應了撒旦的後說 能不能讓我去地獄之前吃一顆蘋果 因為他現在很餓 撒旦點頭答應之後 便去蘋果樹上摘蘋果 就在這個時候 捷克馬上用耶穌十字架 盯住了蘋果樹的根 讓撒旦動彈不得 撒旦非常懊悔自己又中計了 這次捷克更聰明的向撒旦要求到 以後都不准撒旦將他的靈魂帶到地獄之中 他才要放了撒旦 最後撒旦無奈的同意了 但即使如此 酗酒無度的捷克 不需要撒旦來取他的靈魂 他最後還是死了 死掉 撒旦準備走向天堂大門石 被上帝拒絕了 因為捷克這一輩子的惡心惡狀 上帝認為他沒有資格進入天堂 無奈捷克只能走向地獄 但是到了地獄之後 撒旦堅決信守承諾 不讓捷克進入地獄 請捷克回去吧 捷克說到這裡太黑了 他找不到出去的路 為了讓捷克看清楚回家的路 撒旦把地獄之火裝在南瓜裡 讓捷克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但是捷克哪裡還有地方可以去呢 於是捷克就這樣 一輩子都徘徊在天堂與地獄之間了 那是不是代表著 如果動身裡面的捷克正是徘徊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不就是我們常說的 戀愛嗎